歡迎大家來到深入 淺出互通有無的單元 那這個單元 我們會密切地關注國策政策 與A股專家 一起來探討後世的看法 那今天視頻的另一端 就是東北證券的 首席投資顧問郭峰先生 郭先生早 你好 我們首先就來關注一下大勢方面 那今日開盤後 A股表現如何 有哪些板塊成為了焦點呢 好的 應該說今天開盤 大盤表現還是比較的穩健 結束了週二的這樣一個調整 從週三的一個止跌之後 今天大盤在週末當中 整個大盤再次出現了 一個穩步上行的這樣一個狀態 那麼這主要還是得益於 整個市場的一方面 資金面相對偏於寬鬆 另外一方面金融板塊 成為這兩天零漲的一個主流 特別是前期調整幅度 比較深的保險銀行 也都出現了一個快速修復的 這樣一個狀態 那麼這使得市場能氣 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穩定 大盤指數重新站到2600點上方 也預示著整個春季反彈的行情 可能還是在一個延續過程當中 主持人 那下週也是春節前的最後一週了 那在這一週您覺得在操作策略方面 有怎樣的建議呢 確實 未來一週會臨近 節前的這種效應可能會比較明顯 整體來看我們認為按照歷史經驗來看 節前的最後一週市場的焦頭 可能會去於平淡 但是整個市場目前這個狀態來看 也是可以看出 各股板塊的輪動的特徵 還是比較明顯 所以節前最後一週可以抓住幾條主線 一個就是目前上市公司業績年報 進入到一個預披露階段 所以那些預增的行業板塊 可以作為一個重點關注的對象 因為市場畢竟還是會規避一些 業績不好的一些風險 所以從目前預增板塊來看 類似像化工 基建 TMT 軍工等這些行業 預增的機會會更大一些 另外近期的這種政策面阻擋 節前的最後一週之後 進入到節後市場可能會有一些 兩會的政策預期 所以圍繞政策預期主題 也會有一些積極的表現 類似的像5G 特高壓等 這些穩增長的角度來看 這些行業仍然會得到資金的追捧 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到人行是連續5日 無公開續場操作 本中是共回攏7700億元人民幣 同時年內第二輪降診 也是在今日實施 預計會釋放750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 那目前的戶別政策 對經濟的刺激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政策出台嗎 確實 雖然5天我們看 央行公開市場沒怎麼操作 但實際上1月份的兩次降準 包括像今天25號的再次降準 釋放的資金來看 應該說能夠有效地對沖 節前的這樣一個資金的狀態 所以整體來看央行保持整個市場貨幣流動性的 這樣一個充裕的狀態的態度 還是比較明確 再加上1月份兩次的 這樣一個大比例的降準 也可以看出實際上進入到2019年 央行的貨幣政策 已經從穩健慢慢轉向一種 偏寬鬆的一個態度 所以從政策角度來講 貨幣財政我們認為 在經濟有一定下行壓力的情況下 應該還會保持一個相對積極的操作態度 所以整體來看 政策方面還是會維持一個寬鬆 在這樣一個流動性和資金利率 逐步下移的過程當中 實際上一方面對經濟 會起到一些穩增長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投資市場方面 慢慢的這種寬鬆的貨幣政策的效應 也可能會在未來的市場 特別是二季度以後的這個市場當中 可能會體現出一些 比較積極和正面的影響 最近A股市場比較關注的是 科創版的推出 那中正監副主席方星海也表示 會盡快推出科創版 相信會促進內地經濟和科技行業的創新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消息 您有怎樣的一個看法呢 對於市場來講 科創版我們有哪些期待呢 確實 應該說 如果說假日期間 目前大家最關注的一個話題 可能就是科創版的推出的時機 以及進程 目前來看 隨著正監會副主席方星海的 連續的表態呢 應該也可以看出 科創版的上市的步伐 確實在不斷地加快 整體來看 我們認為科創版推出 可能會帶來兩個方面影響 一個就是之前一直沉寂於 受到IPO市場制約不理想的情況下 一些龍頭券商表現低迷 那麼如果科創版能夠正式推出的話 那麼這會有效大大改善一些 龍頭券商的投行項目 所以近期首先受到 受益的表現板塊 券商表現就非常的積極 特別是一些龍頭券商 具有投行優勢的 所以我們認為整個券商 已經抵消了一些 來自業績方面的風險 反而更多的是關注於 未來科創版的一些投行 帶來收益的一個機會 第二伴隨著科創版的上市 更多的確實可能還會推動 中國整個新興產業 科技類產業的一個壯大 所以對科技類成長股 也會帶來一些正向影響 非常感謝郭先生的分享 這一節的朋友圈就先到這裡了 我們下午2點半再和大家再見